不如等2025台積電 抱歉我去蘋果了谷溝 Google Pixel 8来咯 用AI做手机 去年Google讲这句话 我会当作没听到 不过经过一年Chad GPT AI浪潮的冲洗 现在已经是最潮的说法咯 不过Pixel喊AI这么多年 这一代真的有更AI吗 还有从Pixel 6开始陪伴我们的小火炉Tensor 有没有进化成喷火炉 那今天我们就统整了PTT网友的六大毒蛇评论 要来看看Pixel 8 Pro魔法AI新机值不值得买 还有如果你手上拿的是7 Pro 有没有必要换成8 Pro 那我们今天的评测就开始咯 不要再赞叹外观了 我们都看过了 Google身为最会提前发表手机的厂商 9月7号就已经在官网360度给大家无死角观看 真的是大家都看过了耶 哈哈 讲到Pixel的设计语言 这条相机横条一定是占C位 是你在捷律上一看到就会知道 欸他拿Pixel 这代Pro除了把潜望式镜头跟其他镜头排在一起 还在本来手电筒的底下加了一个小圆圈 是红外线测温器 好现在拿出我的测温枪 量出来是45.6度 接着Pixel 8 Pro 44.1度 哇塞今年你也跟我一样烫了哦 那我手上这两支就是今年的新色 玫瑰粉跟海湾蓝 时机在Pixel 8维持亮面背盖 尺寸比上一代小丁店一寸 玫瑰粉色调偏淡偏黄 8 Pro 改成雾面不沾指纹的设计 海湾蓝是舒服的淡天空蓝色 很好摸背盖触感是相当带劲 正面萤幕除了萤幕改屏之外 今年连Google都要帮萤幕取名字 隔壁Redna我们Extra 而且这块SuperExtra面板不简单哦 峰值亮度2400尼特 甚至比阿芬15 Pro Max还高 在大太阳强光底下看萤幕更清楚 看高画质HDR影片的亮暗差异也更大 脸部辨识提升到生物识别等级 直接可以用脸部辨识登入跟转账 FaceExtra 三句话离不开一个AI 隔壁苹果那个不能讲的字 AI Google一直狂讲 咦专家是不是要来分析一下 Google的行销有多失败 例如专家都说苹果之前那个 就是Pro简洁有力 堪称行销界的典范 啊啊搞错啊 那是Pixel 8 Pro的广告词抱歉 哈哈 Pixel 8 Pro到底有多AI 先从照片开始 完美合照 修好你的瞎眼 嘴巴歪 只要你拍照的时候一次多拍个三到五张 就可以在拍好之后选完美的动作 加上表情 汇出一张新的照片 因为手机是从相簿里面抓同一系列拍过的表情来补 不是生成一个AI脸 所以看起来不会不自然 这几天拍照超阿杂 拍天空都灰蒙蒙的 诶就用这个魔术修图工具 先换个黄金时刻天空 路人圈起来清除 这台根本就是行走的Photoshop 好我现在要来试一个很厉害的功能 因为一般我们在外面录影片的时候 你现在有听到我旁边都有很多的杂音嘛 那如果后置的话其实也蛮难消除的 那它这个里面呢有一个魔术降噪的功能 我们就来试试看 好的那现在已经使用完魔术降噪之后 你有觉得就是我现在身边的杂音都已经消失了吗 是不是超神奇的 那其他的AI工具呢 虽然Google工程师说 今年录音转文字跟教助理念萤幕 已经支援中文了 我测试是还没有出现 Bart帮你统整萤幕上在说什么 跟统整录音大纲也是Coming soon 总结来说Pixel在照片跟影片的AI确实有用也好玩 那其他的AI就要等后续更新咯 跑起来不要发热啊 每年入冬不只是要进补 还会让你好想拿暖暖包出来预寒 咦那AI暖暖包要不要来一个 那这次实测Tensor G3的保温表现 最高画质原神跑30分钟 7Pro机背最高温41.7度 8Pro机背最高温44.7度 8Pro比起7Pro温度更高 以3DMark压力测试来看 Pixel 8Pro散热普通稳定度只有50% 最低一轮分数甚至会比不上7Pro 这样的温度表现转换到续航上 实测7Pro跟8Pro的续航差别不大 详细就列在这边给你参考 好在Pixel 8Pro的充电速度有加快来到30W 但只有在前20%充电保持25W以上 32分钟可以充到一半 充满还是需要超过一小时半 所以在手机日常使用的传统技能上 Pixel的升级你可以说它有 也可以说它没有 嗯?薛丁格升级? 要是Google对于手机日常使用的提升 有像对AI一样重视就好了 AI功能BI天蛇 网友太会了吧 BI笑死 虽然Pixel主打的是Tensor的AI能力 再加上一般人滑Rios看IG 确实用不到太强的性能 那如果两三年后 你没有要换机 别人的手机可以换电池 再占两年 你的手机却效能差 用起来卡卡的只好换新手机 到时候就真的BI耶 诶?还是这其实是Google 给你一个换新手机的好理由 计划通过 GEEKBench跑分相比7Pro多核提升13% 但如果对比安卓的旗舰晶片Agen 2 那就先别比 图形效能方面3DMark 一代提升22%很不错 无奈隔壁Agen 2太无情 踩到牙膏挤出的两倍的图形效能 实在是追不到 当然跑分不代表你平常滑IG 看影片会盾 但如果你是手游党要追求最强的效能 Pixel就不适合你 挖靠影片直接对干R15PM 当初在发表会Google雄心壮志 直接拿iPhone 15 Pro Max做比较 想要直接拿下手机拍影片的王位 不过这个Video Boost功能还没上线 所以也测不了 只好先测拍照 拍照一向是Pixel的绝活 成像浓郁耐看贴摄群很适合 这代超广角升级到4800万画素镜头 广圈也加大到F1.95 先来看日拍的表现 超广角让我腿这个长度跟101步相上下 换镜头让色调偏蓝 但视角更广 能容纳的景物更多 放大来看7 Pro的侧光偏亮 在树叶的细节跟清晰度更好 不过到了晚上 广圈更大的8 Pro就绝地大翻弓 高光压制表现精准1万 放大建筑物细节噪点更少 成像品质更高 微距最短对角距离 从上一代的3公分缩短到2公分 两代细节差距不大 在自拍部分 Pixel 8 Pro支援自动对焦 但我注意到的不是对焦 是8 Pro自拍iPhone化 好恐怖 不用放大你就看得出来 7 Pro有一点柔肤膜皮的效果 8 Pro在准备拍的预览框里面 我还是漂亮的 一按下快门经过运算后 皮肤就会变得泄湿粗糙 害我有点吓到 还是说这个就是Pixel自然色调的real tone吗 蛮痛的 我是说我的心 可是翻回来用主镜头拍 7 Pro的肤矿呈现很差 反而是8 Pro漂亮很多 主镜头这代8 Pro升级了新一代三星GN2感测器 Google说相比上一代GN1增加21%的进光量 同样在夜拍建筑物的样张里面 两张虽然差异不大 但7 Pro亮光周围晕开的状况比较明显 8 Pro噪点更少 长焦日拍差距不大 我只有觉得夜拍5倍这组 在字体的呈现上 8 Pro更锐利干脆一些 车的颜色真实比较有立体感 另一个要挑战手机夜拍影片之巅 夜视录影 Night Sight Video 夜视还没上线 Coming soon 如果之后跟其他手机比较有机会再帮大家测试 最后如果你是专业摄影师或是创作者 想要调整拍照的每个参数 这代也加入了专业模式 不止ISO白平衡可以手动调整 快门最长16秒 手动对焦还会有颜色标注峰值提示 33,900帧有勇气 长7千需要勇气 大家可以回家啦 这一代Pixel 8 Pro 33,900元 比上一代贵了7千元 嘿 Google 长了7千元是梁静如给你的勇气吗 Pixel 7 Pro 评测我说Pixel 其实不应该直接跟iPhone或是三星的超大杯做比较 毕竟价位不同 结果今年学隔壁预购送耳机 送手表 价格也往老大哥跨了一大步 容量却维持128G的大场风范 平常大家问我要不要买 我都会直觉推坑 但这一代的价格我真的很难直接跟你说 欸买 买这代 尤其是各方消遇都传说之后会有台积电台维拉救援 那价格可能就真的会成为Pixel 8 Pro的致命伤 还是其实这是把Pixel 7 Pro库存清掉的杀手键 最后来回答一开始的问题 Pixel 主打的AI在这一代有很多新的功能 完美合照 可以换脸很酷 音讯橡皮擦效果也很好 但不管你多喜欢这些功能 我觉得它们都不会是决定你换手机的杀手机功能 再加上每次测Pixel 都会有的英文专属遗憾 要等这些功能完整支援中文还是要展望未来 至于 7 Pro 要不要换 8 Pro 8 Pro 的处理器是有比 7 Pro 提升 软体上的 AI 功能也很有趣 就是那个价格真的是 如果你买 7 Pro 是26,990 元或甚至更低买的 你不觉得 8 Pro 33,900 元真的是要很狂奋才下得了手吗 除非你基于 7 年的系统更新 现在 8 嘛 8,9,10 Pixel 输出的时候你的Pixel 8 还可以更新 Android 20 到时候Pixel 这手机品牌还在吗 因为 Google 之前常常没事就砍东西 那你呢 你最喜欢 Pixel 8 跟 8 Pro 的哪些地方 你会考虑买这一代的 Pixel 吗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咯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 喜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是李友 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